中共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 将冬都决散变成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 有报告揭露了中国批评者被精神病的悲催遭遇 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于8月16日发布了一份报告 强制冠要和监禁 中国的精神病监狱 调查并揭露了中国批评者被精神病的悲催遭遇 报告使用了超过140多个二手资料 其中大部分是对2015年至2021年间受害者的和其家庭的采访 保护卫士从这些材料中发现 这7年的时间里 共有99人被关押在精神病房中合计144次 新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和石油数量再上新台阶 中国抓住俄罗斯英乌俄战争 遭到西方制裁而失去重要能源市场的困境 以低廉的价格大幅度增加 从俄罗斯的进口里外里赢了两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监督了两艘参与黑海古物倡议船只起航 他在马尔马拉海登上了一艘为勇敢指挥号半航的银行船 古特雷斯在土耳其国防部长 葫芦西·阿卡尔的陪同下参观了联合协调中心 在与阿卡尔部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秘书长感谢土耳其政府在黑海古物倡议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在英格兰铁路工人因失业对工作条件和养老金的分歧而开始的停工仍在积蓄 根据国家火车网络的声明 该国一些私营公司只能提供五分之一的火车服务 恐怖分子袭击了索马里首都墨加迪沙的一家旅馆 21人在袭击中苍生 恐怖组织青年党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 索马里当局表示 袭击导致21人死亡 包括儿童在内的许多人受伤 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登地时间19日表示 自己在离任时并没有带走任何机密文件 据报道 彭斯当天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博览会上被记者问及 在离任时是否带走了任何机密文件 彭斯表示 据我所知 没有 报道称 HPI从特朗普海湖庄园带走的物品清单中 有标记为机密文件的材料 彭斯对此表示 说实话 在我们了解所有事情之前 我是不想提前评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77.167值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isode